看一下 这是咱们昨天晚上找的一个好地方 刚好背靠这个荒山 你看 三个狗子就可以在山里面可以走一下了 难得 你看十六爷喜欢去山上跑一下 看到了吗 这是挺好的 因为花花也在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非常好 花花又找到感觉了 找到山里的感觉了 芒果也在 花花 花花回来 你叫那个什么东西回来了 啊 掉了个树叶 掉了个树叶回来了 你看他 也掉了个树叶 大家好 我是铁牛 欢迎你来到铁牛旅行记的频道 今天咱们 又来这个地方办证了 我们今天办证 准备去香港 你自由 我们是去了一个自住的这个办证区啊 现在开始自考 非常智能 非常智能 这个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啊 你看这边都是签注的 台湾 澳门的 还有护照 自动办理 人很多 今天咱们过来办那个通行证啊 主要是去香港 办那个电话卡的问题 训练来个香港一日游啊 去看一看吧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福田口啊 出境 从那上面去 你看那个地铁站就在这个门口这里 无缝对接啊 非常方便 我们在上面上去 现在呢 我们在福田口岸这里离境啊 去香港那边 不过我们 第一件事呢 就去 换个地铁卡 就是换个港地 都是人工智能 自动化的 哦 谢谢 充好 这个车票 好了充300块 现在我们要去那里坐地铁了 350 然后 我们去那边坐吧 现在我们已经过了海关 到香港这边来了 现在我们去坐地铁 这边就是香港的火车 往金重方向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洛马州 到 红坎 我们在红坎下吧 红坎的这边人还是比较少 好久没有来红坎 现在我们要住出地铁 因为这种拔的铁还是蛮方便的 我们看一下 40块港币 咱们现在已经从香港回来了 去香港主要是为了办这个流量卡 因为咱们要用的这个油管嘛 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 这个流量卡从1号就可以用了 1号咱们就可以用手机 给大家直播了 香港呢 和深圳一样都是非常繁华的 地方很小 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又开回这个停车场吗 这个停车再怎么贵 一天也就是收过45块钱 在路边那种停车啊 三个半个小时啊 就要收50块钱 是非常的贵啊 所以没办法 咱们就开到这个关外这里来吧 现在呢 我要给狗子做一个基础的一个训练嘛 狗子和人读书一样呢 我们要一日复一日的给狗子培养它的学习兴趣 那我们现在 开始给狗子作业科目复习 匀 地理 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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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